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超级大主步 作者浪高三尺三 由大斌为您播讲 就好像波蒂斯所说的一样 他打开那个开关的时候就已经决定了 根本不打算给地球人任何的机会 接下来一天的时间内 隔绝整个地球所有的氧气 而且一旦启动了这件武器 在波蒂斯看来一切都结束了 但是就在人群之中的恐慌开始蔓延的时候 波蒂斯的眼神却发生了变化 他目光之中带着惊骇 没错就是这样 他眼睛看着一个方向 好像发生了什么了不得的事情 周围安静下来 没人再说话 就那样注视着他 因为大家伙不知道出了什么问题 不是说已经打开了那件恐怖的武器吗 为什么一点动静都没有啊 李高楼看向了波蒂斯目光所在的方向 他问了一句 开始了吗 还是跟之前一样 没有任何的慌张 满是胸有成竹的平静 到了这个时候 如果波蒂斯还不知道出了问题的话 那他可就真没脑子了 你做了什么 闻出这个问题的时候 波蒂斯的内心呢 越发的愤怒 已经说过了 那件武器啊 是他们最大的仪仗和准备 原本按照计划 是要通过那件武器 将人类彻底的结束 可是现在自己明明已经把开关打开了 为什么一点动静没有啊 尤其是自己 似乎失去了那种联系 我做了什么不重要 重要的是 那件武器现在没办法使用了 不是吗 李高楼说着话往前走了一步 下一刻呀 突然之间 人群开始一阵骚动 因为大家感受到了一种 来自于脚下的震动 就好像发生了地震 事实上也的确如此 波蒂斯的脸色难看到了几点 他已经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 自己所做的准备 彻底的失败了 那件埋藏在地下的武器 就在刚刚被炸毁了 明明这件事已经发生了 但他还是有种没办法相信的感觉 要知道那件武器的位置 是绝对的保密 就算整个波兰文明的高层之中 也没有几个人知道 控制权就在波蒂斯一个人的手中 可是现在为什么武器会脱离他的掌控 而且还直接爆炸毁灭了 他想不到一个合理的解释 怎么看来那都太过匪夷所思 不过唯一可以肯定的是 这一定和李高楼有关系 至于说此刻的李高楼 依旧非常安静的站在那 一切或许真的就是命中注定 自己遇到了苏兰他们之后 苏兰告诉了自己地下那个奇怪的东西 而且又刚好通过自己后背的图案 他进入到那个大家伙的里边 其中的危机 哪怕现在的李高楼想起来 自己可以活着出来 那都非常幸运了 当然整个武器被他破坏了 这就是天意 波蒂斯沉默了好一会儿 才缓缓地说 果然是我太小看你了 他这话一出口 李高楼摇了摇头 这是从一开始就已经注定的 所以开始吧 自己一年之后的返回 就是为了面对 这早已经没有办法避免的战争 尤其是现在波兰文明已经降临 所以接下来的战斗 将会是地球诞生以来最为惨烈的战斗 只有胜利者 才可以在这片土地上继续生活下去 开战吧 同时波蒂斯也说了一句 自己准备的秘密武器已经被破坏了 那么最为惨烈的战斗 没办法避免 该来的还是来了 就这样 波蒂斯的那套光影彻底的消失 毫无疑问 这个家伙再度出现的时候 将会拥有真正的身体 临走之前 波蒂斯试图想要将生死部带走 但是生死部却还是停在那儿 显然对于生死部来说 要做出那样一个决定 没那么简单 所以这件从柳川开始 一直跟在李高楼身边的科技产物 还是留了下来 但是是否可以发挥出 从前没有过的力量 却是谁也不知道 随着波蒂斯光影的彻底消失 整个广场陷入了死一般的寂静 同时因为全球直播的关系 可以说全世界所有的人类都在注视着李高楼 他们都很清楚 接下来就是直接面对波兰文明的战斗 所以李高楼的作用是不言而喻的 甚至从某种角度来说 李高楼现在就是整个人类的领袖 面对着自己的使命 李高楼没任何犹豫 他直接踏前一步 面对着所有人类的目光 现在就是人类最危急的时刻 波兰文明已经降临 所以我们没办法继续退缩了 在这样一个时刻 李高楼没办法压抑自己的情感 或许随着这场战斗的开始 人类的数量都要锐减很多 但人类必须去战斗 所以注定将为成为历史的时刻 必须要昂着头才行 下方从河高安 再到李老蒙 再到天影集团 袁天龙他们 所有人面色凝重 大家能够理解 李高楼此刻究竟是什么样的情绪 同样也非常清楚 如今的地球 是需要团结一致的 战斗 从此刻开始 我们所有人都要奉献出 自己全部的力量 为了我们的地球 为了我们的子孙后代 为了我们的家园 李高楼举起自己的拳头 下方沉默了几秒之后 突然有人大喊一声 保卫地球 最终这样的声音 在整个下方此起彼伏 人类历史 从未有过的时刻 真正到来了 当初面对着永生会的时候 因为李高楼他们 扛在了最前面 所以普通人不知道 那样关系到整个 文明存亡的战争 到底如何惨烈 那么现在该来的还是会来 终究无法避免 从现在开始 所有人类的战斗力 全部保护基地 只要有一个人活着 就不许任何一座人类基地 被攻破 这就是李高楼 对所有人类的期望 保护基地足够了 他这样的话 让下方很多人都觉得奇怪 因为就这样保护基地 似乎挺简单 但是这能够解决问题吗 要知道这可是防守力 非常强悍的基地 而且经过特殊的加固 就算波兰文明的战事 非常强悍 也绝对不是那么轻易 就可以攻破的 事实上 没人知道李高楼的计划之中 面对波兰文明的大军 最为关键的战斗力 是来自于石人族 这样一股力量 之前的时候 李高楼可没跟任何人说过 事实上就算说了 也没多少人愿意去相信 石人族可以帮助人类 度过这样一个难关 当然如果知道一名石人王 被李高楼控制的话 大概就会不一样了吧